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赢和33赢同派在第二 派在第三的韩国也有16赢20赢27赢 这三队的位置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中国队成了袭击狂漠 单约拿到17枚金牌 多个项目夺冠 中国队在这次亚运会急需统治力 游泳 物术 射击 体操等项目 都拿到多枚金牌 甚至有部分项目直接垄断了金牌 其他国家急地区来依然指 亚运会第五日 一共有20个国家急地区拿掉金牌 像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越南等都拿到一枚金牌 中国台北也拿到五枚金牌 印度也是四枚金牌 由于这次亚运会一共有45个国家急地区参赛 所以依然有25个国家急地区至今零金牌 像缅甸 卡塔尔 爱富汗等国家都是零金牌 不过这些国家已经算幸运的了 因为他们没金牌 但依然有银牌或铜牌 其他国家急地区连奖牌都没有 现在一共只有26个国家急地区有奖牌 所以还有19对士林奖牌的 像文莱和马尔大夫等小马奖牌都困难 这奖牌的差距实在太悬殊了